外面商的這間商店為在生涯庫的中華樓上 是賣手工的肉圓肉長為主 雖然賣東西沒洗 但是口味都很特別 老闆孫悅堅持順手工製作 為肉圓的藥料到肉雞丸啊 頂頂湯的配料都自己做 相當的挑戰 我們現在肉圓就是一種是包肉的 一種是包火燒蝦的 那我們一般坊間賣大概就是一份 他都算一份三顆 那我們就想說我們就單賣 不限分數 有些客人他想長鮮 他可以買個一顆兩顆 火燒蝦跟肉都是早上去市場買的 一般肉粽它內餡不會包一個 我們叫叉舌 它會炒一些 比如說紅蔥頭蝦米蝦皮 它會炒一個鹹的東西包在裡面 那一般肉粽比較沒有 這個家裡口味 所以說我們想說家裡口味 吃起來還不錯吃 那我們就照這方式去包 吃肉圓吃肉粽也有湯來配 他這間店不會湯 是在市場地區吃到的 蒸蛋湯跟蛋包湯非常新奇 蒸蛋就像日式茶碗蒸 只不過我們在 因為我是在高雄學的嘛 那高雄的吃法它是蒸蛋 在泡在高湯裡面 就是蒸蛋湯 就等於是 就是有的人他想吃蒸蛋 他和他也想喝湯 那你就等於是一個消費兩個享受 那蛋包湯就像水煮蛋 我們裡面放一顆水煮蛋 然後肉根魚丸 就是綜合湯這樣 兩種口感 因為老人家比較 牙齒比較不好 他就適合喝蒸蛋湯 那如果一般年輕人 他或許會喜歡喝蛋包湯 在後肉丸肉掌頂頂堅持出責之外 老闆對著酒料也真感求 減來三款的酒料 老闆哥、蘇哥、醜哥醬 醬跟花朗酒醬 全部都是自己煮、自己炒 只站到一般 要變得完全不一樣 也因為胃口味的食物又燒 氣氛了 賣掉人家的醬門高官 南天新聞 逢你第一次贏 彩虹報道